嘿 那那是你啊 我是花蓮啊 你说欢迎你 等我走着 把你的眉上留下 我要帮忙啊 像一幅花 那轻鱼子的部分很有趣 因为你的歌名叫做 我是花蓮 可是其实在座所有的评审 或者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是花蓮 但是我觉得 用第一人称书写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掌握一个重点是 你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想象 它可能会有一些奇幻 或者是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歌词里面 看到很多很写实的描述 这整个东西串联起来 用第一人称来写的时候 加上有点戏曲感的 跟花蓮的音乐 或者是那个地方的感觉 其实会比较疏离 所以我听起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歌很厉害 你唱得也很厉害 但是在整个 针对今天节目的主题计划上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作作 因为多了 不是这么容易 像热出夕阳 我存在 耶耶 耶耶 我已是个绝 耶 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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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所有情节 耶 耶耶 天哪 是你啊 我是花蓮的 我这一组 其实两位都是我很爱的选手 我一直看到 其实Ni 我越来越看到你的浪漫 然后你的呼吸 因为我之前也是全家去花莲 我大概可以明白 你选择用呼吸来表现 还有你的音乐编曲 因为其实花莲很妙的是 就是又可以看到山 又可以看到海 而且那个山就是好像 他认为这个市区是他的家 你会看到那个山的角就在市区 所以我大概明白你那个呼吸 为什么会切这个题 但是好像 我们有在讨论说 怎么觉得呼吸也可以放在别的城市里 这样子 那当然情侣子又是很直白的 把很多景点都写进去 虽然有时候看来会有一点点太白 但是你那个一唱到副歌 那个太恐怖了 直接出现的就是那种山啊海啊 你声音的穿透力是非常非常的 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学过创作 这完全是一种感受去写东西 然后我就当时写完这首歌 其实很快十分钟写完 我就觉得我唱完真的很开心 我听完每一次我都觉得很愉悦的感觉 我看你在舞台上也感觉到你的愉快 对啊 就感觉很对 而且很妙的是你选择那个乐器 手蝶 谢谢老师 那个乐器叫什么 你说 手蝶鼓 手蝶鼓 对 沈妮老师觉得 我先讲一下NEO好了 其实我 我觉得我蛮喜欢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歌名 还有你 要从你的身体这件事情去出发 然后去发展一个舞曲的舞台的演出 但我必须要坦白说 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对的 你心里想的也是好的 但没有把它完整地写出来 其实我会期待你在歌词里面 或者是你在演唱的口气里面 会有很多非常细微的让我们感觉到 你到了花莲之后 你的呼吸 你对呼吸的感觉是什么 甚至它可能只是非常非常简单 很少的字眼去感觉到 在这整个书写里面 其实没有连结到对于花莲这个城市的感觉 那秦妮子的部分很有趣 相对于刚刚第一组 其实在讲台南的时候 我刚才有讲到 就是如果 里面有一个第一人称的人 你就写了这件事情 但是 因为你的歌名叫做我是花莲 可是其实在座所有的评审 或者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是花莲 但是我觉得用第一人称书写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掌握一个重点是 你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想象 它可能会有一些奇幻 或者是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歌词里面看到很多 很写实的描述 这整个东西串联起来 用第一人称来写的时候 加上有一点戏曲感的 跟花莲的音乐 或者是那个地方的感觉 其实会比较疏离 所以我听起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歌很厉害 你唱得也很厉害 但是在整个 针对今天节目的主题计划上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做作 因为多了 对 就好像刚才你也是少了 但你的部分感觉是多了 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音乐 我所谓的曲或者是表演上的 我觉得应该是针对 今天的主题的诠释上 我觉得都有一些多 过多过少的部分 我觉得上天老师真的是超厉害 特别是像我们创作人做完这样东西 我就会觉得说 我东西很好 你为什么来讲我 不管你是谁 你讲我的话 你要有很大的胆量去做这件事情 他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肯定是会拒绝去听他的意见 但是老师讲的点 又完完全全当下我就立刻get到 我知道老师讲的所有的问题 我也同意 我也当下马上就想说 如果说我还没有让大家听到这个歌 我可能今天马上去改 就觉得陈三菱老师真的太厉害了